工作持续现场最新的消息 看到我们昨天独家深入到了台中县新社 直击了提案的破题 山上的暴涨吸水涌了下来 又夹带大量的土石 通通都冲进了香菇园 损失已经高达有上议员了 经过一夜 现在最新的情形是 国军弟兄已经进入灾区 去协助善后的工作 现场连线给记者谢凯轩 带我们来关心凯轩 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我们昨天的位置 是在台中县新社的一座孤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后方也相当多的国军弟兄 在这里帮忙清理 不过因为昨天下午的一场大水 把这边的孤寮吹的是面目全非 里头的香菇也通通被吹坏了 吹倒了 因此上午国军弟兄 他们特地来帮忙民众来清理 让他们尽快能够恢复家园 我们来问问看当初的路 老板就是昨天的大水 是不是把这边的孤寮全部都吹坏了 对 昨天大水从上面 就是全部都下来 然后就是淹到香菇料里面 然后香菇包的全部就是 有的都坏掉了 然后可能后面要收成就比较 比较没有可以收成了 可是是不是在清理 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很难清 对 因为那香菇包就是被大水冲了挤在一起 要清理的话 因为香菇包来讲它是怎么讲 被大水冲过 然后军师它 它香菇包的军师 比较会 比较怎么样 比较会死掉 所以要收成的话 比较没办法收成 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要抢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先抢 因为这两天的时间 有没有 怕香菇包坏掉 然后就是要请阿兵哥他们帮忙 是把这些香菇包 尽快把它处理好 这样子就是这样 减少往后的损失就对了 可以提到老板表示 因为被水冲到的香菇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光是这座菇寮就有一万株以上 数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庞大 那只凭家里面几个人 这个恢复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 根本等不及 可能会让香菇整个发臭 整个腐烂掉 因此为了争取整个抢救的时间 今天国庆弟兄 他们亲自采着水花 在这个菇寮里头来帮忙 希望尽快协助来恢复这个菇农 来帮助他们 恢复他们的这个 整个香菇的寓座 以上是目前 威灵掌握到了状况 镜头交还给同内主播 画面上看到的是在台中县的 这个国军的官兵呢 已经是在协助菇农 整理这个残破的菇源 但是心血恐怕都泡汤了 菇农真的是欲哭无泪